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战略已经出现了 也就是从他的第一个访问国中 我们就可以看出 他的外交的主战略 是以哪一个区域 或是哪一个国家 或是要建构一个 什么样的国际的结构为主 习近平刚上来的时候 他就往俄罗斯的访问 我们很清楚的就看到 他的战略里面要改善 稳定建立全面升华 跟俄国的关系 13年一直到现在 这个方向这个结构没有变 所以中俄的关系越来越坚固 中俄的关系越来越坚固的情形下 使俄罗斯他能够放手 跟欧洲的国家来一搏 也使中国大陆能够放手 跟美国在亚洲 那么跟美国来一搏 那这样的一个方向 一直走到现在 看起来俄罗斯你看 美国给俄罗斯再大的经济制裁 都打不垮 这个俄罗斯 美国给中国大陆搞了这样的那样的麻烦 但是打不垮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反而在 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 是一直在上升 一直在扩大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原来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一旦 第一个国家出访 他一上任的时候的出访 你就会看出 他的外交的战略的结构在哪里 同样的道理 在每一年的时候 他所接待的第一个客人 以及他所出访的第一个国家 就显示出这个短期内 我们刚刚讲是较长期的 在短期内 他更看重的区域 那习近平在大年 这元月的时候 他的首访他到了这个缅甸去 我们很清楚的就看到 缅甸东盟就是东南亚国协 是习近平在今年2020年的 一个开春的一个战略结构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当然蔡英文他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所以蔡英文在这段时间 也针对这个习近平 在缅甸的访问中 做了很多的发言 我们也看到相关的一些媒体 做了一些对习近平的一些 负面的新闻报道 但是这些负面的新闻报道中 我们看到了他引用的那些 外媒或是引用的外电 或是引用的资料 实在太脆弱了 因为跟整个缅甸的 整个大局来看的话 缅甸人他们是欢迎习近平 而且是热烈的欢迎习近平 到缅甸去访问 有一个民意调查 这是由新加坡他们所做的民意调查 是在访问之后马上做的一个民意调查 他的问题是这样子 如果你一定要在中美之间 一定要选边站了 也就是他们两个摊牌了 缅甸人 你选择跟中国来往 还是选择跟美国来往 结果有65点多的缅甸人 他们选择要跟中国来往 也就是说当你只能够二选一的时候 他们选择跟中国大陆来往 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到 中俄中国大陆在整个东南亚的影响力 其实已经开始取代美国的影响力 这是一个不可争的事实 但是台湾的媒体故意的 要把这个习近平到缅甸的访问 把它弱化 把它这个淡化掉 这样的一个情况有点像什么呢 鸵鸟的心态 或者有点像阿Q的心态 就是阿Q的那种唾面吃干 或者是假装没看见 装睡的人 永远叫不醒的情况是一样的 这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习近平到这个缅甸的访问的时机 挑的非常的准 不要忘了前段时间 翁山书记刚到 到这个国际人权法庭那边去 为他们所辩护 为他们辩护什么呢 辩护他们对罗欣亚人 他们说我们并没有破坏人权 他为他辩护的心情下 我们看到欧美的国家给缅甸施加很大的压力 那习近平这次去的时候 我们很清楚的 翁山书记表达了他的非常大的感谢 他说长期以来中国大陆一直支持缅甸的 各方面的事业 甚至在国际的正义上也支持他 他敢于心 这样的一个态度 其实看得很清楚知道 这个缅甸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结得越紧密了 缅甸的地缘战略很重要 在这次习近平里面 要打造的一带一路的三条战略 这个一带一路的三条战略 已经不再只是 纸面上的了 而要化成实际 这个跟翁山书记的对话中 跟他们的联合公报里面 就谈得很清楚 第一个就是交漂港 交漂经济产业园区要落实 交漂港是一个深水港 它跟什么有关呢 跟中国大陆的云南 四川 青海等那边是会有关系的 为什么 因为交漂港一旦建设完成了以后 而且它又是经济产业园区 从云南那边的物资 进出的话 甚至能源从石队港 交漂港那边的能源进出 就直接供应到云南 换言之也就是说 从中东买来的很多的油 或者天然气 穿过了印度洋了以后 不用再经过马尼加 不用再往马尼加海峡这样走 然后绕到了中国大陆的广东 然后再从那边卸货 然后再运到云南 它可以直接进入这个缅甸 从缅甸那边卸下货 把石油天然气用管线 就直接输送到云南 所以中国大陆的大西南 这个部分的能源 这个部分就可以获得充分的供应 节省了运输的成本 也节省了运输的时间 第二个是云南四川等这一些的农产品 它能够往外输送 所以它要打造的是一个三角关系 一个就是交漂港我们所说的 第二个就是 仰光的北部一个星辰 在这个星辰作为一个支撑点 第三个就是 中缅的边界的经济特区 中缅边界的经济合作区 达成三角地带 达成这个三角地带以后 用这个公路 或是用这个铁路网 把它连通 用互联网把它连通 一旦连通以后 我们看到了他们本身 还有能源的一个支撑 在这样的一个发展中 就是中国大陆跟缅甸的关系 建立更紧密了以后 中国大陆的西南方的货物的运输 就不用再绕远到了 这样对西南方的开发 发展的力道就会很够 所以如果有投资的朋友们 你们要多看看云南的开发 最近我们也注意到 广西的这个用电量增加了10% 这代表它改善了 跟越南之间的关系以后 广西跟越南之间的贸易 越来越通 他们的经济发展就越来越热 他们的电的需求量 就会越来越高 同样的道理 一旦跟缅甸的关系发展起来了以后 云南跟缅甸的贸易经济发展越来越热 云南的地价也好 电价也好 就业机会也好 就会往上升 这是一个投资的一个好的一个标的 不过我们可以理解的一件事就是 缅甸在东盟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大国 所以一旦打通缅甸 而且在这一次里面 把台湾就纳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或者中国的一个省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讯息 换言之也就是说 在东盟里面未来都成为定调 那你台湾的所有的活动里面 他们用以地方政府的方法来 或是用地方政府的态度来面对台湾 这样的情形 你蔡英文的南向政策 特别是东南亚的南向政策 就会产生很大的挫败 不要忘了 台湾很多的像工具区 或者很多的出口 东盟是我们的非常大的出口地 如果说我们跟东盟的关系 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台湾的厂商出口到东盟 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新闻也可以这么看 我是赖月谦 我在五色觉醒 中文字幕提供